近日三途通过的跟踪骚扰防治法 玉利分局以及花莲县府委托现代妇女基金会办理 花莲地方法院家庭暴力服务处的两名社工 前往花莲县玉里镇松浦社区部落 借由部落文件站进行妇佑宣导 让民众更清楚遇到状况该如何自保 近日三途通过的跟踪骚扰防治法 玉利分局与花莲县政府委托现代妇女基金会 办理花莲地方法院家庭暴力服务处的两名社工 前往花莲县玉里镇松浦社区部落 借由部落文件站集会进行妇佑宣导 让民众更能收人保护自己的机制 玉利分局家房官林景洪说 在这里也提起民众 如果遭遇或者是目睹家庭成员间 受到身体精神上暴力或是其他不法侵害 请立即拨打110或者是拨打113部右保护专线 由警察或是社工人员介入来制止 千万不可隐忍不说 将会随着时间拉长而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